我是德州原季纺组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毅 公司成立1993年 是当时最大的 也是最早的台湾投资企业 我们的公司是台湾纺织有限公司 在台湾是最大的纺织企业之一 1991年之后 感觉大陆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所以决定来大陆投资 因为山东是最大的产面省 德州又是山东的最大的产面地区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德州第三面完场是25%的股份 台湾纺织是75%的股份 经过几年运营之后 台湾纺织就把这25%的股份都买下了 所以从2003年起 我们就变成了100%的一个外商独自企业 我们现有职工的1000人 主要产品就是生产牛仔布 我们的营业额也从前几年的2.5亿 现在营业额接近6亿 从2020年开始 再也就没派台籍干部来员机工作 我们每月通过两次视讯会议 向台湾总公司报告 像这种情况在国内没有台籍干部 我们又经营很好的企业 很是罕见的 每年也为德州创会 也为当地就业和德州经济 做出了一定贡献 公司永续经营 大家员工安居乐业 才能造成我们今天的成绩